那Fintech就是区块链的特色 就是它是不可专改的 不可专改 然后它内容是真实的 然后它每一次发币的数量是 去中央化 去中央化 然后它的发币的货量是固定的 固定的 那今天我们说 我们要做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我们要有一个可行的路径 你要做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你一开始要一大堆钱你才能建国 你筹备你要去说 你要去推广什么样的 跟美国建交的工作团 你所有事情都好 我们刚刚讲SNP这样的一个平台 那个都有花费 那靠大家捐款吗 还是我们就搞一个银行 那哪里来的一百亿现金呢 所以现在有Fintech 我觉得刚好就是时机成熟 刚刚好 台独建国了以后 请问你通用什么货币 那这个通用的货币 可不可以现在就开始 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永续发展的 建立台湾主权的道路 解决所有台湾现存的 这么多人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就从T-Coin的认同贸开始 纪念市都是肯定的 同贸易地的 既然不是肯定的 就算是肯定的 并不是肯定的 年纪人是肯定的 感谢 大家好 童文城突破童文城 我是童文勋 我们今天的大标题 大家看就知道了 就是有一个非常无意义的字 叫做义 那个义 产生的东法 究竟可不可以 像皇安或是女皇安 可以处理他们吗 我们来看看 这个反射手法的条文 事实上在前两天 我们都已经走过这个条文 它很短 那其实我们引的这个条文里面 有标注这个延伸阅读 那个小编漏掉了 这个东西是从 这个是苹果日报记者整理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标注 这是苹果日报的整理 并不是这个反射手法条文 本身有这个延伸阅读 这个是苹果日报记者 为了让大家方便阅读 所以他去把条文里面所引住的 比如说跟政治现金相关的 跟选报法相关的 跟社会秩序相关的 跟集会游行相关的条文 把它给这个整理过了 所以他方便大家知道说 原来这个条文讲的是这个事情 不然的话光是条文 其实你以为律师会把每一个条文都背下来吗 你以为警察会把每个条文都背下来吗 或者是法官警察官 没有这回事 其实不要相信你的记忆力 其实讲到条文我们都会跟学生讲说 或跟年轻的律师讲说 务必把条文找出来重新念一遍 不要相信你的记忆力 即使你记得非常滚瓜烂熟的那几个条文 侵权行为啦 恐吓啦 詐欺啦 这比较常用到在基本的诉讼上面 这个东西你都必须要把条文翻出来重读一遍 免得有一些构成要件 你可能会丢三落四的 所以这个为了保证就是说 你确实读懂反正的法是在说什么 所以除了条文本身 他所引述的条文 也都必须要去查出来对照 所以我们说过了 这个立法立 这个立法的这个技术实在是非常的烂 这不应该是立了法之后 再去寄望说 我希望有很多的专家学者进来 再给意见 因为现在出来护航的 有一些所谓的学者都已经说了 你不要以为立委啊 你如果席次过半 你就可以把反正的法修掉 当然可以啊 为什么可以 那么如果说这个 现在的人就已经有人 立得这么烂 就已经有人出来护航了 说不可以修他 那么民党会打算修他吗 如果民党在立委 在今年的这个选举 立委席次还是过半 他当然不会修他嘛 不会修他的好处是什么 我觉得对蓝莹来说 应该 我认为这应该是正面的 因为不修嘛 这本来就是一套没有办法执行的废文 我们要怎么去说为什么他是废文呢 来 我们接着就是一项一项点名给大家 点评给大家看 为什么大家会希望说有反伸透法 有一个很根本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想要解决红媒的问题对不对 是不是要解决红媒的问题 那红媒的问题最常被点评的不就是 中国时报旺中这个系统吗 那么我们来看 其实真正应该要被处理的 我认为还忠实旺中还排在后面 中国评论 这群人到底是谁 他们为什么常常有一些 为中共擦脂抹粉的新闻内容 评论出来 包括香港的凤凰卫视 还有亚洲周刊 你可以点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旺中还不是主要的 那我们就讲旺中好了 如果今天我们说 哎呀反伸透法出来 所以我们应该可以去处理旺中 对不对 反红媒的问题 而且听说在立法的修法的过程中 也有人提出来反红媒的问题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现在民党通过这个东西 它必须前提是什么 它必须是第一个 被渗透来源只是委托或资助 指示委托或资助 然后去做了政治献金 或者是从事竞选 或是扰乱社会秩序 或者是妨害集会游行 以及公民投票 这五种行为 那么旺中有这五种行为吗 第一个他有去做 因为受指示委托或资助 去做政治献金 你钱进了整个旺中的集团 而且通常是海外 现在的所有的企业 都是所谓的Multi National 是多国级的 多国级的 他可能是中国的企业 他可能是境外公司的企业 然后负责人是谁 还未必是跟旺中可以扯上关系 那么有政治献金 再来有从事竞选相关的行为 而且这个竞选相关的行为 必须是违反选霸法第43条 也就是说为候选人站台 公开站台宣传 以及参与候选人游行拜票募管活动 那看起来好像很笼统 所以我们就可以举个例子更具体好了 旺中一直在promote韩国瑜 看起来是这样嘛 旺中集团一直在promote韩国瑜 那么他的构成要件必须是 第一个 他是受到中国的指示 这要有证据的 第二个 他是受到中国的委托 这个要有证据 委托 那委托是什么意思 是民法上的意思吗 好 再来是资助 直接的资助 那这个行为都先是前提 然后才有你后面去违反选霸法 哇 很难哦 因为呢 包括游税 他都必须要是什么 就国防外交或大陆事务等 涉及国家安全或国家机密的问题进行游说 所以我认为抓不到啦 我们前两集不是说嘛 我认为民囊版这个东西是一个严重缩水的 线缩水的 搞到最后这一套这个反渗透呢 是完全没有办法 他现在是对境外的行为嘛 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嘛 那其实这种渗透 早就已经在台湾 已经变成骨子里 他就是这个东西了 结果你立了一个反渗透法的构成要件是 必须证明他被指示 他被这个交付了金钱 他被委托 然后还要去从事的是违反 政治现金相关的法令 从事这个违反选霸法 然后呢 去扰乱社会秩序 是必须要有暴力哦 去妨碍别人的这个生命产产的安全 然后扰乱合法的集会游行 诸如此类 再来是去促使这个公民投票 非常难啊 这怎么会成呢 而且我们今天讲 就一个媒体来说 媒体就应该是 以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 他必须要是能够活泼的 有各种观点的 他可以对政府痛心疾首 他可以对政府这个不同的政策 他可以有不同的面向 他在今天宪法所保障的 这个言论自由底下 还有人权两公约 住民自决的保障底下 他当然可以主张统一 这是言论自由 如果主张统一 他的税刑的方法是什么什么 有人要跟着他走 这是每一个人自由的权利 那么所以反射通法要如何能够抓得到 这些所谓被红色渗透的媒体呢 我看起来是没有效的 如果今天我们要去 真的有效管理红色媒体的话 我们应该是用行政法的方法 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 怎么做呢 我们不是只有批评而已 我们应该要告诉大家怎么做 第一个 你要让他登记 所以为什么我们从头到尾都在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他必须是一个外国待人登记法 清清楚楚的 有主感机关 怎么登记 定性是什么 定义是什么 登记之后 登记不代表他犯罪 登记之后 你就着登记的结果 你就可以开始去定性他 有些事情他就不能参与 被定性为红色的媒体之后 他怎么可能还是媒体呢 因为他是代理人 代理人就已经失去了媒体的定性 你就要有足够的魄力 拿回来 他的什么 专属授权的 这种特许行业的执照 这种执照本来发跟不发 都在这个 公权力手上 都在政府手上 你不做 人家可能最后走过整个的检验 他不是红色媒体也有可能 只是他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主张 但媒体可不可以有自己的主张 我认为可以 就像美国来说好了 华盛顿邮报 华盛顿邮报的立场跟主张 他可不可以 可以啊 媒体不见得一定要在不同的候选人中间 他不可以去选定说 他要去支持哪一个候选人 他可以是保守的 他可以是激进的 他主张所有的左派自由的思维 美国这样的媒体非常的多 那有的人是主张保守的 这个走资本主义 有可能啊 这个是完全是媒体的自由 那么在媒体的自由的情况之下 你只要没有办法证明说 他上面有受到直接的指示 他有被委托 那或者是有收受资助 事实上这套反射手法 对他来说是没有用的 可是如果说 你把它登记成定性成 怎么样定性 因为他已经很清楚 他所做的东西 他所说的政策 跟所做的游说的方向 都是为了中共发声的话 怎么样去检查他 他的比例 他的时间 不是很多人去做了 这个跟中天的这个电视节目 有相关的报道 是不是去做了他的分析吗 这个分析就可以拿来用 你这样子长期的检验下来 才能够对他产生核阻作用 他才能够改变 我认为所有的人在这块土地上 安身立命 对于公民犯罪 或是犯法 或者说他整个方向 跟整个国家民主自由的方向 是逆向而行的 你必须要让他有悔改的机会 告诉他说 对不起 此路不通 你如果再继续走下去的话 会一条路走到黑 这样子就可以产生 嚇阻的作用了 不是吗 你要的是解决 红色的渗透 你要的不是把人关进去 把人关进去 问题还在 所以目前这套反射法 对于红色的媒体 有没有用呢 我们判断是没有用的 因为他很可笑的 把所有的行为 限缩得非常的窄 再讲一遍 总共五种行为 第一个政治现金 红媒为什么之所以为红媒 就是因为 他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 自助性行销的话 他活不下去了 很难支撑一个报社的 很难支撑一个电视台的 有没有 这个我们的望中的大老板 蔡董还曾经公开说过 你不让我去接这些广告 我怎么活下去 这个东西就可以用 外国待人登记法来解决 而不是反射动法可以解决的 好 另外 从事竞选行为 根本竞选到还没开跑 你要知道选霸法的 这个开跑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他只要那几天不要做就好了 那你能不能接广告 当然可以接广告 各大报都在做 你可以接绿的广告 他也不能接 这个蓝色的广告吗 你如果定性那是红的 非常的困难 懂法律人就知道 构成要件在 尤其是在有刑罚的 罪行法定主义 在刑事刑罚的上面 是更加严谨 是最严谨的 因为你要剥夺一个人的 生命财产安全 因此这套法 对于反红媒是没有用的 那想要去反红媒的人 看到这套反生透法 在高兴什么呢 下一段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所以Helen的使用 我天天在用 从快三年喔 我比如说 其实我很怕冷 我以前没有人在我旁边 会睡不着觉 因为没办法自己生了 我真的就是用到四个的那个人 你真的是很厉害 我们常常觉得说 你怎么有办法睡得着 这样不会太热吗 不会 我喜欢 真的超舒服 因为我只要盖一件比较薄的 也不用盖得太厚的棉被 因为我们现在棉被 现在有可能比较轻 我们以前的棉被是比较重的 对这个可能是共同的现象 冬天的棉被 已经一年四季都没有在用 不用去盖以前老旧的 那么重的棉被 我就只要盖一件轻轻的 然后看到四度 哇好舒服 就可以一架到天亮 然后最重要是 因为我这几年都有在露营 就像我昨天才从宜蘭的山上下来而已 晚上是12度 我是靠着这个 度过我这两天的冬天 尤其是这种天气的时候 可是我告诉你 我连在那边聊天的时候 我都把它放在我的脚底下 连我们有朋友带小孩子去 他就坐在我的这个地墊上面 因为这越晚越冷 然后等到我 我都大家测了 我就把它搬到我的 因为真的很轻 又方便 我就把它搬到我的床上去了 哇就一架到天亮 你就放在 我的气垫床的上面 气垫床的上面 对 然后我上面还会再铺一个床单 就跟在家里一样 然后专面睡袋 对 那这样太舒服了 其实也没 其实我也不用专睡袋 我就把睡袋打开了 就直接睡上面了 就已经很保暖了 原来是这么晚的 对 大家好 童文城突破 童文城我是童文轩 所以我们刚刚讲过了 这套尼囊版的反渗透法 对于红媒是没有用的 你真的要去约束红媒 你应该要用登记的方式 然后呢 他如果不服从 按照一定的比例 清清楚楚的规范 按照一定的比例 如果整天就是在那边唱红 那么按照一定的比例 我就开始开法 可以连续法 没有企业不怕的 而且走行政诉讼是非常冗长的 然后行政有行政的裁量权 你执政你就要有足够的勇气来执政 不是吗 你有足够的行政裁量权 你就应该要做下去 如果做错了 后面还有行政诉讼 还有行政法院在把关 再不计还有宪法法院在把关 这就是给你行政权 去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嘛 不然给你行政权干什么 所有人都在抢行政权 为什么行政权这么棒 你有人可以用 你有资源可以用 你有财富可以重分配 你可以公费出国旅游 所以为什么要抢行政权 抢行政权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志向 要把国家治理好嘛 你当然要够强硬啊 那你不敢 你先说因为 用行政来执法的话 常常会被批评 会被诟病 所以我们把这件事情 就交给法院来判断 这是不负责任的 既然你正不喜欢 不想怕责任 怕扛责任 怕被骂 不想要执政 那就把执政钱交出来啊 所以 讲完红媒 我们讲另外一个例子 当然 除了旺中之外 所有的相关的红媒 这套法令也对它没有用啊 中平社 你怎么处理 凤凰卫视 透过Internet进来 中国的这些网路 还有一些 根本就是代理中国的 所有的戏剧的 这些戏剧其实本身就在洗脑 让你觉得哇 中国很强大 事实上 真相都没有告诉你 那戏剧可以处理吗 没有办法处理嘛 我们还有这个总统 听说也是在追剧的 没有办法处理他们 另外一个 除了红媒之外 大家很关心的啊 对黑帮有没有用呢 讲到黑帮 大家会想到 想到张安乐嘛 还有像爱国同心会这样的咖 所以这套东西对于张安乐有没有用 其实我们早就说过了 这个尼囊版的反渗透法呢 对于张安乐是一点用都没有的 为什么呢 我们还是从第一条进来 你看这个第一条 这个是苹果日报记者所整理的 这个条文 因为他很用功还把这个延伸阅读也整理出来给大家看 所以大家不用再花时间去找那个条文 好 这个反渗透法第一条 他说为了防范境外的敌对势力渗透干预 确保国家安全以及社会安定 维护中华民国主权以及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特制定本法 听起来应该是可以用在张安乐或是爱国同心会身上嘛 对不对 然后你再看第二条 境外敌对势力是指什么呢 与我国交战或武力对峙之国家或团体 主张采非和平手段 危害我国主权之国家或团体一同 所以不要以为这个东西只是抓这个中共 或者是对我国有敌对的 这个我国因为是维护中华民国主权嘛 所以如果是独派 主张要这个 推翻中华民国主权 要独立建国的话 这个看起来这个 也一样适用喔 如果你主张的是所谓的非和平手段 那所谓的非和平手段 可能需要街头抗争啊 这都是非和平手段啊 所以也适用喔 但是我们还是回来讲黑帮 他說滲透来源必须是 境外敌对势力 境外敌对势力 前面的境外敌对势力的 实际上的设立的 或是资助的这种委托的机构 那么也就是说 你必须要受到 以中共来来说啦 中共 中共的组织 外围的组织 或者是国营企业 各单位甚至 看起来是重新在建立的一个独立的 或是直接间接投资的公司 那么我们说过了 如果IBM被中国的国企 这个投资 或是中国国企 最对哪一些公司 他在公开的商商会的 这个方法去买了他的股权 那算不算 那多少比例算 1%算不算 10%算不算 100%算不算 完全没有规定 所以模模糊糊的 都不知道 你应该要怎么样才能够 之所适从 可是回来讲张安乐 那么张安乐必须要接受 境外敌对势力的捐助 只是 他说没有啊 张安乐说我的所有的钱 我本来就认同中共啊 我就是中共同路人啊 那我的钱哪来呢 他也给你看他的钱的汇款的资料 我钱在中国赚的啊 我确实有开一家公司啊 听说是做安全帽 卖的还不错 卖的还不错 所以呢 所以呢 你有办法查到那家公司 确实的股权 当时是谁给资金的 这些订单是谁给的 以至于这家公司能够有营收 怎么样做外销 怎么样做内销 你能吗 那主管机关是谁 今天主管机关是法务部吗 调查局吗 还是警政署 不同的单位哦 那完全没有主管机关 谁来调查 这根本就是在糊弄嘛 没有人调查 你怎么执行呢 最后有一个人说 我觉得张安乐是 于是呢 我就把他提到法院 把他告到法院 你会让法院沦为什么呢 沦为不断的验证张安乐没有犯罪的机构 你把所有的仇恨值引到法院去了 法院不是垃圾桶 法院不是垃圾堆 他也不是焚化炉 可以帮你处理这些行政上面不处理的垃圾 没有用 对黑班没有用 对于爱国同心会有没有用 我们来看看 爱国同心会 对很多人都知道 他们的钱从哪里来 有一堆人固定飞到中国去 去报告他们的活动的进度 对不对 去领他们的钱 有本事查出来 查出来才能办他嘛 查到了没有 这么多年了 爱国同心会 在台湾乱了多久 我随便数一数 最起码从2005年就已经开始了吧 乱到今天 15年了 15年了 请问我们的伟大的调查局 国安系统 不是要维护国家安全吗 这应该是国安局应该要管的吧 查到没有 爱国同心会前从哪里来的 如果你从你这个东西基本上查不到 没有的话 你定了这个条文 图法不足以自行啊 你还不如弄一个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因为他的实际的行为是外国代理人不是吗 把他登记起来 把他列管 接着你就可以管他的什么 资金的来源嘛 资金的流向嘛 你可以管他的出境记录嘛 当然是用行政管理啊 哪有把这些事情赖给法院的 好 我也不知道有一些人 看到这个东西之后很开心 就觉得爱国同心会从此啊 就会被消灭了 很好 我等着看 这个法不是强行通过了吗 通过到现在几天了 赶快公布 然后我们要不要来打赌 要不要来预言 一年之内爱国同心会 还会不会继续出现在101面前 你说会还是不会 我们来赌一下 赌什么 赌鸡排 我认为会 我认为会 这套是一个无用的法 我批评他不是因为 我们是中共同路人 不要来抹红 谁敢抹红 就法院见 我们批评他是因为 他根本不足以保障国家安全 这套法 空拒其名 挂羊头 卖狗肉 比你不挂羊头 还要惨 如果我们本来没有反战斗法的话 你还可以好好的真的 去立一套完整的法令 保护国家安全 外国的代理人登记法是一定要的 我有从行政管理 每一天 去搜集资料 谁去搜集资料 要有一个机构 要有主管机关 把这个基础的东西做好 你才有办法用那些 既存的法令去怎么样 去把这件事情解决 不是说了吗 总统也说了 这个本来就有游说法 本来就有这个选举罢免法 选罢法不管是总统 还是一般公职的选罢法 还有我们的公投 还有我们的集会游刑法 事实上不止 太多了 在刑法里面 对不对 外患叛乱 太多法令了 可是这些法令散落在不同的 甚至有一些是资安的问题 那散落在不同的部门 主管机关这么的多 怎么去解决它 怎么统合 往往一件事情如果跨部会 才是真正的问题 问题才严重 没有跨部会 其实问题还不大 因为至少这个部会 可以很清楚知道说 我应该要怎么执行 一旦跨部门要协调的时候 大家就会等 等在那里 他未必是怠惰 未必是卸责 但是他就会等在那里 因为要跟不同的人协调 你如果在大的企业待过 你就会知道 当你要跨部门去协调的时候 往往是灾难的开始 你今天立了一个法 光是他要去处理的五个东西 可以处理的五个东西 公民投票谁管 选霸法谁管 政治先行谁管 社会秩序集会游行 谁管 那该管的主管机关 却在这个法令里面付诸缺辱 所以我觉得民党的心态 民党人一看就懂了 为什么要在选前强度观山 很简单 国民党也不要夸张的说 这个东西就是怎么样 白色恐怖的开始 根本一点都不恐怖 因为他一点都没有办法执行 我以后感染一下 就像外面的人一看 包括一样的外面的人 我们在游戏里面 这些东西是一样的 你只能夸张内衣 这些东西的东西 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东西 也不过来 这些东西 对你得到 你会看到 一种东西 语出发 有什么东西 其实这是一个发热围巾 它一样里面有一个模组 就是同样的是这种高科技的发热纤维 然后平常如果说你不要用行动电源的话 它一样有永恒外线 所以有永恒外线的效果 可是如果说你要用这个行动电源加上去的时候 其实在出国的时候 我觉得搭飞机搭了很久 那其实最容易受伤的其实是脖子 然后或者是坐游览车坐很久 所以有时候会绕枕啊 太累的时候会绕枕 我都是利用这个围巾来做 其实是一种热敷的治疗的这个效果 可是它又有一种美感 所以即使是脖子绕枕的时候呢 走在路上呢 都不会有人发现说 其实我正在进行医疗行为 正在热敷它 所以它怎么用了我现在就很简单 它就是一条长条形 然后这边有一个转折 所以戴上去之后很简单很快 这样就成功了 所以我们请那个Helen先说 我是放在我床上 因为之前还没有做这么漂亮 我觉得哇真的越变越漂亮 因为睡觉嘛 我也懒得把它塑在我的脖子 可是我就直接放在我的枕头上面 就直接热我的脖子跟我的肩膀 我就一觉到天亮 非常棒 所以这一条是让我带出去是更好用的 我只要到了国外 我也会把它摊在我的枕头上面 所以我每天都会睡得很好 也没有绕整的那种迹象 所以我觉得非常喜欢这种围巾 大家好 童文诚图破童文诚 我是童文勋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谈 就是反射斗法嘛 大家最有印象的是什么事情 就是彰化恶水 曾经有一个避云禅士 对不对 未明人事件 这件事情到现在还没有落幕 那么当初 为什么一直没有去解决它 已经变成了全世界的笑话了 所以后来去解决它是怎么样 用什么样的理由去做 用叫做违章建筑 去猜 那未明人呢 是这猜 违章建筑什么时间 是在2018年的9月21号 那未明人呢 就在这个9月30号呢 人就出现在了中国的西安 然后还有人 我们请导播进来这样的相片 很好笑 还有人 两个人 去拉了横幅 说热烈欢迎民族英雄 魏民人 重返西安 所以显然他不止一次去西安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在言论自由 以及公民自觉的情况之下 两大人权公约 我认为 魏民人主张要统一 或是要独立都没有关系 这是魏民人的权利 可是为了国家安全 你在主张是你的言论自由 可是你如果 接受中共的资助 然后来从事怎么样 从事宣传啦 挂五星旗啦 每一天升旗啦 好像搞了这个 这个两岸已经统一了 那这个要用什么东西来管理 当然用中共带人登记 法嘛 先把它登记起来嘛 后面的行为再来规范嘛 否则我们就讲 在2018年的9月 为什么当时彰化县 必须要用魏民鼓嘛 为什么必须要用 违章建筑来拆避云禅室 而没有办法处理 他的五星红旗的问题呢 那你今天说 我们有反渗透法了 可以来处理了 可是反渗透法有单独对这个行为做规范吗 没有耶 他所规范的是现在的既有的条文 把它加重刑罚而已 那既有的条文是什么呢 既有条文包括集会游行法 魏民人每一天在所占据的这个 彰化二水的避云禅室升旗 唱红歌 他有违反集会游行法吗 没有 好 他有去暴力干扰别人的集会游行吗 没有 他有去捐助任何候选人吗 没有 他有没有从事游说的行为呢 没有 他有去干扰总统副总统的选霸的这个问题吗 没有 所以当时不能抓对不对 当时说因为不能抓 所以用伪装建筑来处理他 2018年9月21号 那么今天 2020年1月 可以处理他吗 用这个反渗透法来处理他 当然是不行嘛 这不是再简单不过吗 12个条文而已 不要这样子 真的把台湾人当猴子吗 猴子很好骗 骗高三啊 今天星期一 猴子穿新衣 哎呀 真的是 台湾人有这么好骗吗 没有吧 所以 讲到宫庙 对于道教系统的渗透 其实非常久了 那 除了张花恶水 碧云式之外 其实长期以来 一直去从事所谓的交流的是什么呢 不就是大甲妈祖吗 妈祖进香 妈祖出巡 妈祖挂乡 搁到福建去了 那这样的一个交流 到底骨子里是什么东西 他回来之后做了什么 有没有人因此 密集的前往中国 回来之后再公庙 公庙的系统 去从事什么样的行为 还没有开始违法啦 不要这样子 你现在规范的都是必须要是 意图 公然俱众 意图 强暴胁迫 经公务人员 解散 面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人家没有这样做 人家都说要行善 要劝善 我们今天捐钱到中国 去盖一个庙 你看这个功德无量 或者是说 你看现在中国墙了 所以他们有一些 什么样的经费 所以我们今天 在我们自己的 这一边的公庙 怎么做 我就固定 现在的这个邮箱钱 比较少 香油钱比较少 所以人家捐助了 我们就可以配合 做一些什么样的行为 这些行为都不牵涉到 我们现在的反渗透法 所规定的东西 那你用什么东西来管理它 讲得这么开心 我们已经有反渗透法 从此国家就安全了 我们国安就没有漏洞了 是这样吗 如果不是这样 你这么快的通过这个东西 一套没有效果的法律 到底目的是什么 快羊头卖狗肉 我们都很善良 所以看你挂了羊头之后 我们就认为说 那应该就是卖的是羊肉 结果搞不好还没有狗肉 连狗肉都没有 它里面根本什么都没有 没有办法处理 所以我们要看能不能处理 一一点名嘛 今天如果为民人再去弄了一个 这个所谓的五星奇妙 你要怎么处理 用哪一条来处理 我看不出来可以用哪一条来处理 即使他拿的直接就是中共的支柱 来直接拿中共的支柱 境外敌对势力的支柱 没有错啊 然后呢 他只要不要去做政治现金 他只要没有违反选报法 他只要没有去做游说 而且游说必须要是 就国防外交大陆事务 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 国家经历进行游说啊 就没事啊 然后呢 他只要不要去这个 集会游行目的 而且是必须是直接接受资助 然后去骚扰集会游行 就没事啊 所以公庙有办法解决 道教的交流 交流到那国去了 整个言论发言 通通都已经歪到那边去了 从地方开始洗脑 有没有办法解决 没有办法解决啊 那为什么就坚持 我们呼吁了这么久了 一年多了 2018年9月开始呼吁的 你为什么就是不能够 规规矩矩的 你模仿嘛 你自己不会创新 不会发想 去模仿美国既有的法律嘛 你也不是 也不模仿 自己去弄了一个四不像的 所以 我有一个合理的怀疑 这是故意的嘛 就是故意这样做 让我们的国家安全的问题 不会得罪中共 是这样吗 所以现在当中唱得很大声 甚至还有人因此而停堪一天 哪里需要停堪一天呢 这个不是挖跟脸也跳 然后大家在那边唱双谎 在那边配合的很好吗 所以我下了一个结论 我认为反渗透法 是各方势力 在合作 共谋 葬送我们的国家安全的 一个最坏的示范 历史会留下记录的 到现在 护航的人 甚至还有立法委员说 哎呦要修这个法可没那么容易啊 而且看不出来有任何 要马上修改反渗透法的理由 没有吗 我们讲了三天了 清清楚楚的理由 所有的理由 你跟连主管机关都没有怎么定性 连主管机关都没有 谁去查证据 没有人去查证据 这条法 图法可以自行吗 当然不可能嘛 所以 这个除了道教 公庙之外 我们今天破题进来 不是要讲娱乐圈吗 娱乐圈最有名的 大家非常愤怒的 甚至还有人说 黄安既然这么爱中国 就不要来台湾用健保嘛 那很可惜 就是说我们的宪法规定 你可以怎么样 有怎么样的身份 劳健保要怎么样的使用 那么所以黄安到最后 当她生病的时候 她还是选择回来台湾开刀嘛 还有女黄安呢 她们的言论非常的激烈 她们甚至去攻击别的艺人 产生了寒蝉的效应 那这些艺人要到中国去表演 要去赚钱 要去扩展自己的演艺事业 都必须要配合这样的一个潜规则 政治的潜规则 所以这套反渗度法 可以处理黄安或是女黄安 叫做刘乐言吗 我们下一段进来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说? 差别在哪里? 紫外光的波长很短 它不能够渗透到身体里面去 远红外线的波长比红外线还要长 它不会消耗在皮肤上 它能够透进去 透进去 因为它这个波长 我们身体的细胞可以吸收 医事主是说你不需要吃东西 身体就有能量去做它该做的事情 Apollo Fiber Inside 远红外能量发热背心 材质轻 薄 暖 独家发热技术 为您补充能量 我们采用来自细骨航胎科技 具有远红外线能量的超微电热线尾部 即使不插电 依然有远红外线效能 市售机能发热依 大多仅有局部热源 发热面积小 热能容易流失 Apollo Fiber Inside 远红外能量发热背心 采用大面积电热纤维部设置 布料纤维均匀发热 与一般电热片不同 还能防止静电产生 我们的产品都经由国际最严格的安全认证 五电磁波释放 使用更加安心 三段式温控设计 自己掌握调节热度 最适合登山 滑雪 急速运动 泛舟 潜水 速溪 是外出活动最佳的保暖盛品 热爱高尔夫的你 穿上远红外能量发热背心 能放松肌肉与活络关节 让您挥干 打球 更顺畅 远红外能量发热背心 加装了行动电源 就像您体能的行动发电机 对抗寒流 还能兼具热敷 保暖 穿在身上 暖在心里 就是要清 薄 暖 冬天不再吃肥 战胜低温胖 这么做更有效 首波限量 只有三百件 持续进化的保暖科技 能量发热背心 情绪 當期以來就是從一開始 從電視台就已經屈服了 你不要說他是綠的 他為了他可以拍戲劇 以及他最後的戲劇 跟他的電視節目 可以賣到中國去 其實所有人都已經簽下了一個合約 那個合約裡面 有一個東西叫做客漏字 這個客漏字有一些東西 你只要有這個新聞 或是有這個字 在你的節目裡面的話 這一集就沒有辦法在中國播出 那這些關鍵字是哪些呢 包括我覺得排第一名的應該是法輪功 第二名可能是達賴喇嘛 第三名可能是台獨 就這樣排這樣的順序下來 那麼這樣的一個客漏字 包括你不可以批評他的領導人 你甚至對他的各種的貪污腐敗 甚至只是一則新聞 就是說有人跑去這個加州 弄了這個就是坐月子中心 然後專門讓一些非法移民去那邊生小孩 拿到了國籍之後就回中國 像這樣的東西的報導可能都不行 所以這幾年來我們的電視媒體為了賺中國的錢 早就已經屈服了 你告訴我哪一家沒有屈服 以我們的經驗 這些媒體根本就不報導特定的事情 為什麼 即使新聞從事人員想要報導 也馬上會受到上面的指示 你採訪回來 你辛辛苦苦寫的稿 或是剪接的東西都不會被採用 到最後記者也就不會再去跑這樣的新聞了 因為問也沒有用 你會發現說 問完他們要的攝影機就收起來了 記者也把錄影筆通通都收起來了 轉眼就跑了 但是關於人權跟國際的觀點不見了 為什麼 從電視台就已經被控制了 那這種控制 並不是反滲透法裡面所講的控制 所講的違法的行為 我們再把它說一遍 我們剛剛講的電視台問題了對不對 因為他想要去中國可以拍戲啊 他想要把他的戲劇 他的節目能夠賣到中國啊 他有沒有接受這個境外敵對勢力的指示呢 要去干預我們內部的問題呢 未必有喔 他有沒有收到支柱呢 要去干預呢 未必有喔 那你就不能拿反滲透法來治他啊 那這有什麼用 他的實際的行為 已經蒙蔽我們所有人的認識空間了 這才是國家安全的問題 我們所有的人 不要說年輕的人有沒有判斷力 還在學齡的這些孩子有沒有判斷力 你年紀大的 對於民主運動有認識的人 你最後只能選擇不看電視 不看報紙 否則的話 你還是會被洗腦 你最後把你的所有的活動跟精力 都集中到臉書 突然發現說有一天臉書呢 他會刪文 他會刪除你自己寫的日記 他會刪除你的見解 你的意見 所以連你的脊弱因都發不出來了 那麼這套東西對於黃安 或是女黃安留了眼有沒有效果 當然沒有效果嘛 黃安做了什麼事情 我們來盤點黃安做的事情 他不是常常在這個 像這樣在抓女巫一樣 在抓所謂的台獨分子嗎 在娛樂圈 他點名了誰 往往這個人就會倒楣 群起而攻 甚至到最後必須要公開道歉 被道歉 那黃安這樣的行為 是我們深呼痛絕的不是嗎 他濫用了他的言論自由 他濫用了台灣的民主制度 他背靠的是一個共產黨 可是你要說 你今天要抓黃安 因為他做了什麼呢 他做了被中共支柱 被中共指示 那證據在哪裡 然後他有去做 反滲透法的這幾個行為嗎 他有這個說要公投嗎 去驅動公投嗎 沒有啊 他有說他這個上街去用暴力的 妨害別人的集會遊行嗎 沒有啊 他就在他的手機前面 在他電腦螢幕前面 發表了他的言論 這樣東西怎麼管 從反滲透法是不能管的 劉樂園也一樣啊 他的言論很誇張 他甚至會邀嚇大家要回來投票 支持特定的候選人 反對特性的候選人 這有什麼不可以的 這有什麼不可以的 除非他不是中華民的公民 即使不是中華民的公民啊 美國人或是澳洲人 可不可以做這樣的呼籲呢 可以啊 這種人畢竟是少 因為對台灣不了解 那劉樂園的行為 要用哪一條來處罰他呢 反滲透法 總共12條啊 很簡單啊 或者是哪一個民進黨立委 可以來回答 劉樂園的問題要怎麼解決 是哪一條 然後你就可以關他五年以下 尤其徒刑判他 然後把他關進去 或是罰他錢 罰他錢 他呼籲支持誰或不支持誰 為什麼就一定跟紅的有關呢 抹紅抹黑都沒有關係喔 但是你要有證據啊 證據在哪裡 你把自己框線 我要講民進黨 你把自己框線在這麼困難的 範圍裡面 要去怎麼樣 要去完成反滲透法 要去完成國家安全 這是做不到的 這是做不到的 那麼 黃安跟劉樂園 為什麼會讓大家這麼的厭惡跟痛恨 除了他的言論就是 一味的支持中國 然後從來不講民主的問題 然後在網路上跟你吵架 除此之外 他到底做了什麼 可是 既然他一味的為中共發言 他有沒有可能在我們做一個 中共代理人登記法裡面 被登記成中共代理人呢 有機會喔 教你法立得夠清楚 立得夠嚴謹 那麼有主管機關 因為衡量什麼樣的情況 所以把他的公司 或他的個人登記成中共代理人 那麼接著才有配合其他 因為中共代理人登記法出來了 所以才有配合其他 這才是真的殺招啊 才有配合其他的法令 他做了什麼 他因為是中國代理人了 所以他去遊說 投特定對象 或是支持特定的言論 或是他跑去哪裡交流 或是他演講 你要怎麼去管他 不要通通都用刑法來解決 那個過程很冗長很緩慢 罰款不是很好嗎 罰金刑 這個也是要判刑的 罰還啊 行政罰還啊 罰久了就怕了 甚至就長期居住在中國的人 是不是還要保有他的勞健保 這也是一個可以打問號的東西 因為他可能長期對於勞健保 沒有任何的貢獻 現在看他對勞健保有沒有貢獻 很簡單嘛 打一個單子就出來了 當然 你如果說因為是全民健保 所以所有的公民都要納保 這個條件可能沒有辦法 因為他有沒有貢獻 那有的人可能是貧戶 雖然沒有貢獻 社會支柱一定要給他勞健保 可是對於一個長期居住在國外 長期居住在中國 然後只有輸到用時方很少 只有要用到你的勞健保的時候 才回台灣的人 這樣的人我們不應該防堵他 繼續來使用我們的勞健保嗎 你要一個方法嗎 要立法 你不能說我們只是因為厭惡這個人 所以我們就剝奪他憲法的言論自由 我們就剝奪他可以享受這個勞健保的基礎 沒有辦法做不到 所以唯有有一個清楚的思維 所以我們究竟要怎麼界定台灣跟中國 中共的關係 中共不等於中國 我們怎麼去界定這個關係 界定清楚 在不違憲的情況之下 你所立的所有的法條 要有步驟 要可以施行 我們可以經過很好的公民的辯論 你可以開多場的公聽會 請專家學者過來 用案例研討的方式 先逐次的開研討會 用案例研討的方式 來看什麼樣的情況 是符合我們的公民的一般的感情 正常的感情認識 因為符合我們一般人的正常感情認識 符合法式 所以一套法的事情就非常容易 你不需要所有人都 我到底有沒有違法 我不知道 還要把法條拿來看一看 看清楚 什麼樣才是真正的外國境外的敵對勢力 你連境外敵對勢力的界定都不清楚 到底誰是誰不是 那你怎麼去實施 怎麼去執行這個問題呢 當然不可能嘛 所以不管是黃安或者是張恩樂 或者是我們講的什麼宮廟 什麼五星奇廟 或者是馬祖鏡香 這都沒有效果 這套法令能夠怎麼用呢 我到現在看了半天我還看不出來 目前我們所急迫應該要解決的 對於國家安全社會安全 急迫應該要解決的 這套法可以怎麼做 看起來沒有咬不到任何一個人 真的是咬不到 尤其我們應該要接著討論的恐怕還有 比如說佛教圈 誰呢 學術界啊 基督教啊 台商啊 結果我們的海基會啊 說 哦這個東西絕對跟台商沒有關係 不會影響到台商 奇怪了 你說好 境外敵對勢力 接受他的指示 委託或支柱 從事後列後面的五項行為 最有機會是誰 當然是在中國的台商啊 只有你一竿子 只要叫做台商都跟你們無關 你們繼續舞躁跑馬躁跳 繼續交流繼續做生意 你只要不違反反滲透法的相關規定 就都沒事 問題是違反不了啊 根本違反不了啊 你證據都拿不到怎麼違反 怎麼違反 所以明天我們繼續來破解 其實就是用直接的案例來 去印證法條是最好的 學習法條的方法 否則的話我們只是空談 那法條文字看起來都很有用啊 都很可怕啊 對不對 威嚇你這個五年以下的圓形入行 看起來就很厲害啊 你看我們有一個虎頭雜 擺在那裡的準備要開雜了 能雜到誰呢 找到空氣吧 我們明天見 我是乾媽媽 您從未見過的好幫手 這位媽媽在還沒認識我之前 一直無法擺脫抹 抹布怎麼洗都洗不掉的意味 直到她把我帶回家 我有魔鬼毡的設計 不用施工 只要輕鬆的 將我掛在她漂漂亮亮的流理台前 就能充分展現烘乾殺菌的功效 現在她使用抹布 再也不會聞到那些惱人的異味了 健康守護聯盟 與您一起守護健康 Apollo Fiber Inside的產品 現在到這些地方也買得到囉 高谷聯診所 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607號地下一樓 方澤藥局彰化市中山路3段434號 可賣皮鞋 台北市市林區文昌路74號 知新藥局台北市雙山區巴德路3段148號 歡迎加入健康守護聯盟的行列 讓我們一同守護健康 加盟專線02-8791-9010